无有烦恼 一心不乱 修心 要直修佛心 一直修道 找到你内心的佛性 学佛人修心 首先 你必须要排除五欲 不要被六成所染 因为只要你有欲望 你纯洁的心地 内心深处 就会被污染 《华言经》说 佛土生五色经 亦花一世界 一夜亦如来 后来我们学佛人把这句话 用来指花花世界 来形容这个世界非常的繁华 菩萨把这个世界称为尘世间 我们人为什么要在这个红尘世界修行呢 因为我们要修一种苦行 这种苦行能够让我们断除 因人间欲望而产生的烦恼 比方说 你觉得自己穿的衣服不够漂亮 吃的东西不够美味 居住的地方不够舒适等烦恼 全部都是你的欲望造成的 如果你能够排除自己心中的五欲 坚持吃苦 使自己生活变得艰苦点 你就会增长一颗慈心 慈悲的心 和一个加持的心 恒心和羞耻心 羞耻心就是说 一个人一直在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修心 一个人的烦恼和贪拙是连在一起的 烦恼来了就是因为有贪心 贪心来了就会有烦恼 所以烦恼和贪心就像一对双胞胎一样 如果你有烦恼 你一定是有了贪心 今天你这个人贪心意气 你的烦恼就来了 就像衣服和灰尘一样 你把衣服放在房间里 如果房间里有灰尘 那么衣服上就一定会沾上灰尘 佛法中讲 我们在人世间要精神抖擞地活着 要让烦恼去离贪拙 精神要抖擞 就如同衣服要抖一抖一样 经常把衣服抖一抖 就能够抖掉衣服上的灰尘 你们观察一下 就算一件衣服天天在穿 穿之前 人总会习惯性地把衣服抖一抖 抖一下之后 穿时就会感觉衣服比较干净了 我们今天做某一件事情 如果把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 抖擞一下自己的精神 再去做 会觉得这件事情 我又可以重新开始 我又有新的希望了 这个时候 你的信心就足了 你的愿力就来了 用人间的话来讲 愿力就是一种志向 很多人活到今天 一生没有什么志向 有一个理发师跟佛友说 他在理发店25年了 这25年里 他就是从早上站到晚上 给别人理发 他没有志向 他的一生毫无作为 他没有想过 如果哪一天不能继续理发了 他该怎么办 佛友说 等到哪一天 他清醒了 明白了人生苦空无常的道理 他可能已经躺在医院里 要记住 人要有志向 人要精神抖擞 抖擞是什么 就像衣服抖灰尘一样 衣服会变得干净 那么 我们人靠什么抖擞呢 就是经常要学习 佛的理论 和佛的智慧 这样的话 你就会振作起来 改掉自己的毛病 重新做人 你们弟子现在 必须要看 师父的白化佛法 看了之后 你们会懂得很多佛的道理 你们的精神 就会抖擞振奋起来 我们有时候觉得 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累 因为心里会难过 感情会出问题 工作有压力等 但是 只要你想到 我到人间来 只是一个过程 我不想在人间拥有什么 你是不是抖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灰尘 接下来 你的心里 是不是很轻松 你是不是 就会有心愿了 那么 你就会发愿 发什么愿 就是自度度人 广度有缘众生的 菩提大愿 经文中说的 大佛妻 是佛教的 一个仪鬼 大佛妻 说的就是 发菩提心 让你坐在那里 发菩提心 让你置心一处 很多法门 比如禅宗 就是叫你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要想 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 脑子里 空空如也 禅宗师父 就在前面 慢慢地讲法 宇宙星空 一切如 空空无色 所有的弟子 在那里 边听 边打坐 实际上 这就叫禅坐 这是一种 修心的方法 你们现在 坐在这里 可是 你们的心 放在哪里了 你们脑子里 没有想 其他事情吗 比如 家里的门 有没有关 车窟的灯 有没有灭 学佛人的心 就是要放在 学佛上面 要把生活中 琐碎的事情 全部忘记 放下 只有这样 修心 才能有成就 打佛妻 就是叫大家的心 要放在一处 集中一段时间 认真念佛 以求 客妻取证 学会 半道修行 克服我们 身口意的毛病 和习气 取道证实 期望得到 佛法的真谛 打佛妻 来自于 佛说 阿弥陀经 文说 阿弥陀佛 直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 离命忠实 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所以 念佛法门也好 持咒法门也好 禅定法门也好 都有相通的地方 大家了解一下 还是有益处的 为什么师父 叫你们念 佛教经典组合 小房子 念经要念 七遍章 二十一遍章 四十九遍章 都是以七为基数的 因为七 是一个圆满数字 一个星期 七天就轮回了 实际上 就是叫我们 每天早晚 都要念经 念心 把自己的心 要静下来 在人的一生当中 有两个时间 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早上 一个是晚上 如果一个人 在晚上 不能把当天的 烦恼消除 他身体的整个 血液循环 就会不好 他就睡不好觉 身体机能 就会产生病变 这个人 就会生病 如果一个人 早上爬起来 就倒霉 就不开心 就听到不好的事情 这个人整天 都会精神 萎靡不振 我们要把握好 生命中的 每一个早上 和晚上 让自己每天都 精神抖擞的 学佛修心 发无上菩提心 广度 有缘人 的 有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